大家好 歡迎收看摩根資產管理特約養生理財秘笈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 來自摩根資產管理的Natalie 健康及財富都是人生裏不可或缺 但大家應該都有個疑問 究竟怎樣可以兩者兼得呢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請來摩根資產管理許長泰先生阿泰 以及註冊中醫師梁韻善先生 你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們養生理財的一些心得 等大家了解多些少 究竟養生和理財之間有甚麼共通點 有甚麼風險我們要留心 讓大家可以做好準備 到時可以擁有健康 同時又能夠積累財富 阿泰先生 兩位好 你好 兩位都知道 其實我們今日節目的主題就是講養生和理財 大家都知道 養生理財 養生有度 才能夠做到健康 而理財方面 亦都一定要很努力時時刻刻去留心 看著他做 才能夠積累財富 以阿泰你來說作為一個專業的資產管理專家 你會覺得其實養生和理財這兩樣東西 有沒有甚麼共通點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很類似 例如說養生我們會首先要知道自己 認識自己 例如說我的體質是怎樣 我的年紀是甚麼 我的屬性是甚麼 你會見到就是投資亦都一樣 例如說一個年紀大一點的朋友 可能他準備退休了 所以他的承受風險的能力相對比較低一些 所以這樣的環境 我們便會建議一些可能是債券 或者一些波動度比較低一些的投資資產 相反來說 一個年輕人準備買樓或者準備結婚 他能夠承受的風險稍微高一些 這方面我們可能會建議比較多一些的股票 或者一些波動度稍微高一些的資產 第二方面我相信 亦都是很重要 亦都是跟養生很有關係的 就是講一個平衡 我想之前很多你的朋友都會問 最近吃甚麼好 有很多時很多投資者都會一窩蜂 我喜歡這隻股票 或者我喜歡這類型的資產 一窩蜂一百元全部都放進去 其實這方面我覺得投資來說是一個大忌 因為始終投資是有很多的風險 亦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一個平衡的投資作合 多元的資產作合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市況這麼波動的時候 很多投資者都會有些是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你說有一個一定規劃的資產管理 再加上多元的投資作合 面對很多這些不同的市場的波動 或者現在我們面對的疫情 其實在保護自己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很多的觀眾都會很同意這一點 如果做投資就一定要認清自己的風險為納 承受的程度 而養生的時候 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體質 我相信這方面Cinzie是專家 Cinzie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所有的觀眾 我們平時可以做些甚麼 去達致或者符合到這個養生的原則 就像剛才Tice所說 各人養生都是要認識自己的身體狀況 這樣養成一個良好的飲食和生活習慣 才可以達到一個身心裏面的平衡 就是中醫裏面為之的健康 最重要就是不可以一窩蜂 不可以人云亦云 跟風 別人說流行甚麼 吃甚麼就去吃甚麼就去保健 其實都不對的 例如有個人濕熱 你都經常聽到 有些人經常說自己濕熱 就覺得經常要去喝杯涼茶 就會舒服 但如果有些人 譬如你又要去跟 然後又要喝 但是原來你是氣血虛弱的 你喝了杯涼茶之後 可能就會令到你有些不適的出現 例如會有一些胃痛 或者頭暈 這個時候其實不是一杯涼茶不行 只不過是你身體不適合吃錯東西 其實如果我自己來說 我有時都會吃了些煎炸東西 都會覺得有少許喉嚨痛 或者想病想病 這樣會似是甚麼體肢 似是偏有些偏熱 你是不是經常會夜睡呢 也有少許 所以其實都有分的 有八大體質 它就是會分 氣虛、血虛、陰虛、陽虛 如果你夜睡 通常就會出現陰虛的狀況 如果你跟回體質 跟回身體狀況 再進行適合的飲食 去調理身體 在對症下藥 這樣就可以試半公倍 但Sisi 剛才我聽到有八大體質 我相信觀眾跟我一樣都很好奇 怎樣可以分到自己 究竟是哪個體質呢 譬如如果常見一點 就是有些實體質 如果那個做事都很忙 經常的腦袋要想很多事情 很有壓力 這個時候就會偏向氣滯體質 出現的症狀 就會有你經常覺得 會嘆氣 痰上頸 咳乾咳 又或者有些臘骨癢 有些痛 這些就是氣滯的特徵 有沒有同事坐在你旁邊 是會 唉 沒有東西看 唉 經常嘆到樹葉都落 我想起好像有 所以你就可能說 嗯 朋友我們要去一起喝一杯茶 開心一下 鬆一鬆 這樣就可能會幫到他 嗯 另外還有些甚麼是香港人常見的體質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嗯 可以 譬如現在天氣比較濕 又或者你平時飲食是經常吃生冷的 你都會容易有痰濕的體質 聽起來好像很怪 其實只不過是濕重 即是如果你這個時候再吃一些雪耳 加重滋陰的東西就不適合你了 你吃完之後就會越來越濕 那你的人就會越來越累 那這就是一些痰濕症狀的特徵 嗯 明白了 先時的資訊 真的非常有用 那說完養生方面 不如我們又轉過來說一下投資 問問一下Tay 我知道其實剛才剛才Tay也提過 一定要認住自己的風險為立承受程度 才去做一個投資的部署 但是在選擇投資工具方面 有甚麼考慮因素都要考慮呢 其實選擇投資工具之前有一個重點 亦都跟養生很有關係 就是你要持之以行 那無論是飲食方面也好 即是作息生活也好 其實跟投資一模一樣 因為很多投資者 就說這段時間的市場好像很好 那我就一窩蜂走去投資 那市場不太好 就所有東西都賣光 只是拿回現金 但其實我們看到 無論在香港也好 或者亞洲 甚至乎歐美 我們做過很多研究都發覺 投資者其實如果能夠持之以行 當然投資的資產配置有一定的轉移 但是可以一直維持投資的話 他的表現往往是會比一些 即是三間來投資 五間就離開的投資者 他的表現都會好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 回到你的問題 就是投資工具有哪些選擇 或者有甚麼要認識 其實你會看到我們這個圖 有少少像中醫的月位圖 那麼有這麼多點 每一個點其實就是一種的資產 例如說是股票 或者是債券 甚至乎是現金 那你會看到這點的分佈 其實就是反映了不同類型的資產 它的波動度和過去十至十五年的回報的表現 你會看到波動度越高 其實過去十至十五年的表現 亦都是越好 相反來說一些回報比較低一些 但是它的波動度比較低一些 亦反映了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如果你要是沒有比較高的風險 去賺取回報 那你可能會選擇股票 或者是美國、歐洲、亞洲、香港的股票 相反來說 如果你的風險承受能力比較低一些 那可能就要選擇一些波動度比較低一些 例如債券 甚至乎是現金 我想投資者第一個要認知的就是 不同類型的資產 它的風險和它的潛作回報 都是不一樣的 同時間的第二個重點就是 要看回不同的資產 它們組合在一起 它們的效果是如何 亦都像中藥一樣 你將不同的材料煲一碗藥 它的效果是有一些特別的效果出來 同時間我們亦都可以用不同的資產 去組合一個資產組合 這個資產組合 它會滿足到不同的投資者 它們的要求 聽起來 無論是做一個投資 還是要養生 其實都一定要設定自己的目標 才更加容易可以達到有效果 最後兩位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相信觀眾應該都很好奇的 很想知道有沒有什麼秘訣 可以容易一些達標的呢 阿泰先說吧 其實我想有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 首先要認清楚自己的投資目標 剛才我們提到 其實每個人的投資目標都會不一樣 不只是賺錢 賺錢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投資目標 例如我想儲錢結婚 我想儲錢買樓 我想儲錢去為小朋友的教育 大學教育做一個投資 還是為了自己的退休去做投資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目標 他們投資的年期都不一樣 投資的金額 回報的額度都不一樣 所以知道自己的目標 再去選擇一個投資組合 會是事半功倍的 第二部就是找一個 專業的投資顧問 然後幫你去看看你需要的什麼 然後再去選擇這些不同的資產 去組合一個好的投資組合 第三方面就是看回現在的市況 就是說很多投資者 每天都按著相機看看股市今天升還是跌 其實這不是我們所謂的回顧 或者是看回自己的資產作為表現 我們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月或者每一個季度 看回不同類型的資產的回報 再去做一個調整 例如說今個月股票做得很好 可能在股票方面要稍為是 賺點錢去投資在債券方面 又或者是現在見到 未來幾個月的經濟表現一般 可能股票方面就要收少少 反而在債券方面會投資多一點 所以我想一個定期的 就是回顧自己的資產組合 非常重要 當然亦都可以再留意的 就是一些市場的發展 市場的報告 你也可以看回我們 摩根資產管理的網站 裏面有很多資訊 可以幫助大家 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再問一下 你又有甚麼小竅門 可以跟觀眾分享 其實要健康 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病時看醫生 都是一個方法 但是你最奏效的 其實都是要 持之以行 你養成一個良好的飲食 和生活習慣 然後就根據自己身體的狀況 而去做一些不同的微調 所謂病從口入 有很多病人來看症時 你會覺得他們 其實你沒有甚麼 可能是因為養生 要吃多了某樣東西 不過他們很健康的東西 是不配合他們的體質的 這個時候 例如很多人會喜歡吃 有個超級食物 薑黃 Tumorate 很多人都會覺得 可以消炎 我很想吃多一點 每天吃 但原來 其實這個食材 是屬性偏溫的 當你每天吃的時候 如果你是濕熱或者陰虛體質 或者容易上火的夜睡 就會出現了一些不適症狀 例如 三菲脂 三隱瘡 流鼻血等等 你就知道為甚麼 如果最近有時下雨 但很多人又喜歡吃雪耳 或者花膠 去養顏 特別是女士 吃了之後就會覺得 為甚麼一下雨 更加疲勞 或者有些頭暈 就是因為吃錯了東西 你更有營養 或者更健康的Superfood 吃錯了或者不適合自己的身體 吃錯了都會出現一些不適的效果 所以不一定只吃了一些垃圾成辣 或者吃了一些壞的食物 才會出現不適 如果你是 我所說 如果你陰虛又可以吃甚麼 即是每晚都夜睡 你會不會做甚麼 即是會不會喝一杯花旗參 或者有沒有任何習慣 我對養生真的非常不熟悉 所以這次來是學習的 如果你是常夜睡的 其實你可以把花旗參放在你桌上 其實它真的有一個提神 以及有一個清熱之音的作用 對於常夜睡是會有幫助到的 好 大家觀眾記得 都要把這些小錦囊 或者小知識 記住要待著它或者記下它 今天兩位的專家 其實都分享了很多不同的資訊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很有得著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再進一步 和大家分享多些 有關於財富管理 和健康管理方面的一些資訊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住在下星期二 6月23日下午1點鐘 再次收看這個節目 多謝大家 Bye Bye 5月2日 9日 9日 11日